近90岁的一球老和尚身患三种重病 却放弃了治疗 不愿化妙礼的一分钱 疾病让他的双脚严重的臃肿 连鞋子都没办法穿上去 只能让脚后跟露出来 可他仍旧一身不一 一只木掌 腰板硬朗 步履稳健 几年来 他一直默默地忍受着疼痛 在守护古寺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 老和尚一直坚持不做法事和超度 只求普度众生 另外还坚守着一日不做 一日不时的禅风 亲自带着僧人们种菜 挑水匹柴 1993年 一球老和尚到元兆寺做住持 有一天 他看到寺院后山 有一块形似乌龟的大石头 上面有一口常年不会干涸的潭水 突然从里面爬出一只乌龟 很快就不见了 他感觉似乎是在让它龟缩在此的意思 然后就发心重修这座破败的千年古寺 因为地处偏僻的位置 条件又非常的艰苦 冬天所供的清水 也会在次日结成冰 有时候更是结成了莲花的形状 从山脚到山顶只有三家人 老和尚就用自己的双手 挑着建筑材料 就连鞋子也磨坏了很多双 历尽二十余年艰辛 建成了如今这所 从临世禅境双修的道场 全国有三万多所寺院 除了少数大的寺院香火比较好 绝大多数的收入都比较少 往往一年只有不到一万元 这也正是大道场庙养人 小寺院人养庙 让人痛心的是 老和尚已遇2023年东元季 小寺院养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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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